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部是古天乐主演的《明日战绩》 一部是刘青云主演的《神探大战》 《明日战绩》一举拿下了三个大奖 最佳视觉效果、最佳音响效果和最佳动作设计 作为一部香港本土科幻片 不难理解为什么评委会给他这三个奖 毕竟其他本土电影跟他比特效和音响效果 确实比不来 可是他能代表华语电影的最高水平吗? 《明日战绩》说白了 拍的是人类和植物怪兽的大战 导演是用警匪片的思路去拍科幻片的 随处可见枪战、追车、卧底等警匪片经典设置 《明日战绩》主打的是特效从成片来看 也不是说它的特效不好 只是不是那种会让人看了会惊讶到合不上嘴的程度 要是将它跟《流浪地球》二比其实是有差距的 可以这么说 如果金像奖的评选范围更广 拿到这三个奖的就不一定是《明日战绩》了 再来看另一部横扫青年金像奖的《神探大战》 有刘青云、蔡卓妍、林峰、李若彤等主演的动作《犯罪悬疑》一篇 他足足拿了四个奖 最佳编剧、最佳摄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 算上这一次 刘青云已经是第三次拿金像奖影帝了 他拿奖大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毕竟他确实是演技派 只是其余三个奖最佳编剧、最佳摄影、最佳导演 代表的是一部电影的质量 《神探大战》真的值得吗? 在内地有28万人给他打出了6.7分 意味着大部分观众都觉得质量不够高 在众多热评中 有一个获得了高赞的评价是吐槽剧情缺乏逻辑的 这片子的逻辑就像片中的怪物一样 看不见 一部被观众吐槽缺乏逻辑的电影 却拿下了最佳编剧奖和最佳导演 这不是在打青向奖评委的脸吗? 在入围名单中 正一回廊和还是觉得你最好的口碑都要好不少 只是主演没有《神探大战》那么知名 两部热门港片可能不够力度证明 青向奖已经变成自娱自乐的产物 我们不妨继续看其他奖项的获奖名单 以前青向奖设有最佳两岸华语电影奖 后来改成了看似评选范围更广的最佳亚洲华语电影奖 今年只有三部电影角逐这个奖 其中两部来自内地 一部来自中国台湾 三部电影中票房最高的是《独行月球》 但最终获奖的是陈宝国、马苏、阿云嘎、王腔、罗亦纯主演的文艺片 《海的镜头是草原》 《海的镜头是草原》的口碑确实不差 但导演尔东森恰巧是金向奖协会的主席 这就不得不让人遐想了 再说了 质量尚成的华语电影虽然不多 但只有三部电影入围是不是太搞笑了 连五部入围作品也凑不齐吗 今年的最佳新演员讲 倒是凑足了五位入围者 其中吕绝安平两部作品一人占了两个名额 这不禁让人疑惑 难道他是一位演技出众的不知明星人演员吗 其实他是香港顶流男团Mirror的成员之一 柳英廷也是Mirror的成员 他也带着作品入围了 也就是说五个入围名额中 有三位都被流量演员占据了 这要放内地经济奖的话 估计是被全网吐槽的程度 不是说选秀出身的流量明星不能入围金向奖 只是一下子占了三个名额 不得不让人质疑评委的动机 究竟是真的认同他们的演技 还是只是想利用他们的人气和热度潮话题 最终 拿下最佳新演员奖的是年仅十岁的巴基斯坦伊演员林诺 顶流飞身失败 整份获奖名单看下来 今年的金向奖比较让人欣慰的市政秀文 陪跑多年终于拿奖了 当时他开心的都哭了 但其余很多奖项都不那么让人幸福 能理解金向奖为了支持香港本土电影 所以入围作品都会有所倾斜 可是倾斜也要有个度 过度保护只会让奖项越来越没说服力 大家觉得今年横扫金向奖的电影 明日战绩和神探大战 放在一众华语电影里 质量真的足够拿奖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